政府科技局研发的三项新辅助科技进入测试阶段 新加坡脑性麻痹联盟约25名患者预计将率先使用 而今天的科技系名单元 记者李正义将带您了解 视频分析技术如何让四肢瘫痪或者是无法言语的人与外界沟通 而新研发又能够如何帮助他们自理 开启更多职场的可能性 挤牙膏对许多脑性麻痹患者来说是个艰巨的任务 将来他们只需将牙刷放在用3D打印出的容器上 按一按红色按钮 里头的螺栓就会向下移动轻松挤出牙膏 这台牙膏分配器采用的电子电路和机电设计 都能应需求克制化 适合上肢无力或无法有效控制双手的特需人士 适合年长者使用 摄像头对准脸部 智能打印机就能根据用户的嘴型挑选字母 张嘴代表选定 名嘴代表跳过 用户还能选择空格删除储存等一般打字需要用到的键钮 系统采用人脸识别和视频分析技术 如果嘴巴不是那么灵活 技术人员也能更改设置 让用户以眨眼的方式操控 我们的设计是用快换的软件硬件 可以方便我们用不同的组织组成和配搭 展新的产品 能给不同的身体长肌人士使用 这款平板电脑操控器 则能够让肢体障碍者随心所欲地拍摄眼前风景 蓝 黄 红 绿分别代表左右上下 调整好镜头角度后 就能按下橙色按钮开始录影 再按一次就是停止录影 如有需要 颜色按钮也能改用控制杆操作 控制器目前已被新加坡脑性麻痹联盟 列为具有潜力的辅助工具 将来或融入摄影教学中 使用这些新科技发明 需要某程度上的认据能力 所以不一定适合每一位受益人 现在还在初步使用阶段 还需要不断与科技人员商讨改进 以达到广泛使用 过去两年来 政府科技局应要求设计了五款 适合特区人士使用的辅助科技 其中这台智能画板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限量生产的阶段 预计初步可供10到15名受益者使用 新闻媒新闻记者李曾益报道